在你的认知里拍摄一部电影需要多长时间呢 1993年上映了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两天完成剧本创作 七天完成拍摄 演员阵容巨星云集 投资商更是为其豪制5000万 然而他上映的时候却只收回了1000万票房 1992年电影《东方不败》的大火 让香港影坛的武侠风再度蔓延开来 一向眼光独当的王晶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 于是立马登门拜访金庸 千方百计的求来了陆顶记的改编权 王晶指导周星驰主演 吴梦达林青霞李嘉欣 邱书珍陈德荣等人强势加盟 电影上映之后 王晶正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 于是尝到甜头的他又一次找到了金庸 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倚天屠龙记的改编权 可看上这块肥肉的人远不止他一个 据说当时红金宝也特别想拍摄金庸武侠 王晶是个多精明的人呢 当即就邀请红金宝一起来拍这部电影 王晶负责剧本创作和搞笑 红金宝负责动作指导 红金宝一听这买买不亏 瞬间就化低为有了 剧本有了 接下来就是选演员了 魔教教主虽然是香港永胜出品的电影 但他却是在北京拍摄的 剧中也有不少的内地演员参演 像是影片中金毛狮王的扮演者 就是八六版西游记中杀僧的扮演者颜怀李 灭绝事态的扮演者是曾在《红楼梦》中饰演李丸的孙孟权 而香港演员就更不用说了 彼时张敏正在和向华盛谈恋爱 而邱淑珍这会儿正是王晶的女朋友 大老板的女友当女主无可厚非 导演的女友虽然演了配角小招 但王晶也没少给他加戏 和他们俩相比 李连杰就比较惨了 那个时候他的小女友立志退圈 经商失败欠下了巨款 为了帮励志还债 李连杰找到向华强 用两年为他拍六部戏的条件 预支了7200万元的片酬 那段时间 李连杰一个人游走在好几个剧组之间 拼了命的拍戏 而他之所以会应挤出时间接魔教教主 也有还向华强人情的因素在 好不容易把演员都给凑齐 本以为拍摄能顺利 可谁能想到一场无望之灾 正在悄悄的向王晶靠近呢 1993年的一个深夜 王晶在结束一天的拍摄工作之后 返回家中 谁知在黑暗之中 突然窜出来几个黑衣男子 见到王晶之后 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头破血流的王晶 被送到医院之后缝了好几针 虽然这件事情明面上 并没有查出到底是谁 但很多人都心照不宣的认为 这是向华盛在为自己的小女友出气 当年在筹拍 倚天屠龙祭之魔教教主的时候 王晶本打算捧自己的小女友 邱淑珍来演女主角赵敏 可谁知这个时候永胜去把张敏推了出来 毕竟出品公司都发话了 王晶也不敢和向家兄弟对着干 于是便把女主一角给了张敏 让自己的白月光演了小招 尽管小招并不是女主 但王晶还是利用植物之变 给他加了好多的戏份 以至于到后期 他的镜头直逼女主张敏 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点令张敏非常的不爽 然而与此同时 张敏还在拍戏过程中 时常因为紧张说错台词 本来拍摄周期就短 他这一耽误 整个组的进度都拖慢了 那天王晶一个没忍住 就在众人面前骂了张敏几句 那时的王晶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这也不是他和张敏的第一次合作 可这件事过去没多久 王晶就在深夜遭到了黑衣人的殴打 更令人意外的是 刚清醒时 还嚷嚷着绝对不能放过凶手的王晶 事后却对整个事件只字不提 一点都不想追究 很多人都说王晶之所以没有后续动作 是因为这件事是向华胜 在为自己的小女友出气 作为向华强的亲兄弟 以及永胜公司的老板之一 向华胜背后的势力更是不容小觑 有这样的人撑腰 就算是为了大局着想 王晶也会选择最和平的一种解决方式 时至今日 当初究竟是谁打的王晶 依旧没有定论 我们只知道 最后向华胜和张敏也好 王晶和邱淑珍也罢 都没能走到一起 不过这部电影却在时间的推移中 逐渐变成了经典 还贡献出了好几个名场面 赵敏回头这个名场面 竟然是后期补拍的 据悉最开始在拍摄的时候 导演并没有让张敏回眸一笑 剧本中只是赵敏带着队伍离开 紧接着就是张无忌的台词 可是在第一遍拍摄的时候 张敏主动给自己加戏 回头看了一眼 导演一开始还埋怨张敏 为什么要私自加戏 于是便又补拍了一遍 可是等到后期剪辑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 这段离开的镜头 又长又没有看点 实在有点枯燥乏味 这时候他们才想起了 张敏当初加的那个回眸一笑 于是赶紧又把张敏给找回来 重新补拍了一个进景 仔细看电影 你会发现 赵敏起码离开的背影镜头 陆丈克在他的右边 可特写的时候 他就到了赵敏的左前方了 虽然这部电影当年仅仅拍摄了七天 但影片中的每个人物 每出细节都刻画得非常好 尤其是电影最后赵敏说的那句 来大都找我 张无忌 你还插我一件事 你给我信 要救六大派 来大都找我吧 更是让无数网友翻遍 全网找续集的资源 然而王晶并没有拍续集 究其原因还是在电影上映之初 有媒体曝光 这部电影的拍摄制作周期 非常的短 是一部粗质烂造的烂片 于是电影还没开播 口碑就倒了一半 电影上映之后 很多人看到王晶对张无忌 等角色的人物性格的魔改 纷纷表示难以接受 最后这部投资五千万的电影 只收回了一千万的票房 可以说是亏得血奔乌龟啊 这种情况之下 自然不会有公司 再给他投资拍续集了 再加上当年的那些主演 都还是新兴 片酬都不算高 而时隔几年之后 他们身价上涨不说 没档期的没档期 退圈的退圈 隐退的隐退 再想要凑齐原班人马 估计是不可能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 时隔二十多年 王晶还是带着倚天屠龙记 和大家见面了 虽然圆了当年未完成的武侠梦 但收获的却是满满的恶评 大家觉得哪一版更好看呢